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尼诗贝也一直在怀念着哥哥 尼诗贝是谁 她是哥哥张国荣 唯一向媒体证实的正牌初恋女友 香港著名画家黄玉朗前妻 离姿曾经的情敌 八十年代香港玉女十足 时光匆匆 往事无风 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尼诗贝原名倪文娟 天生就是一副美人披子的模样 一双洋娃娃式大眼睛 天真无邪 又充满好奇 加上一百七十一的高挑身材 十三岁就被姊妹杂志主编 诗盈印赏识 便以杂志摩托的身份出道 1980年 尼诗贝从丽诗电视台举办的摩托大赛中脱颖而出 开始了演艺生涯 同年她还参演了电视剧《对对胡》 主演女一号 而和她打对手戏的男一号 则是哥哥张国荣 两个人在影视领域都是新人 但在剧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四位主角饰演两对俏皮情侣 经常互相捉弄对方 金童玉女般的组合 马上成为了青年模仿的偶像 至今仍为仁 津津乐道 其中尼诗贝和张国荣 这对俊男靓女最为亮眼 是名副其实的金童玉女 第二年的时候 十年25岁张国荣再度和尼诗贝合作 拍摄了《甜甜甘思味》 尽管合作的还有《美女观之灵》 尼诗贝还是力挽狂澜担任了女一号 在当时名头更胜关之灵 其实在拍《对对胡》的时候 两个人已经情愫渐气 已经开始在交往了 那时候的哥哥还没有走红 没钱没车 两个人收工后就去吃东西看电影 过着普通情侣的日子 多年后 尼诗贝回忆这段恋情 依然表示张国荣对他体贴无比 要多好有多好 但这段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 1982年 两人再次合作 和拍电视剧《凹凸神探》 已经和平分手 做回普通朋友了 坊间传闻哥哥为了星途放弃初恋 其实当年媒体曾报道过真实情况为何 那会儿张国荣已经意识到 自己情绪不够稳定 结婚难免累人累积 哥哥还说 尼诗贝是聪明理智女孩 懂得掌握和安排自己 可从后来的事情不难看出 这人和不同的人在一起呈现出来的状态也不同 哥哥肯定是发自内心的 但他却万万没想到 别人压根没给尼诗贝理智的空间 这段爱情成了过去时 没能保留 但在哥哥张国荣心中 尼诗贝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他曾公开言明 尼诗贝是最难忘的那段纯爱 不过两人分手之后还是很好的朋友 80年代末 有关张国荣的爱情传闻最盛时 尼诗贝曾站出来为哥哥讲话 称张国荣对女友体贴入微 这足以看出尼诗贝就算和张国荣分手了 也是十分怀念两人之间的感情 不过后来在哥哥的葬礼上 尼诗贝没有出现 记者通过香港同届找他时 他情绪激动地说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或许因为张国荣的善良纯真 让每一个和哥哥有过深切接触的人 都把他当作亲人 试问谁能接受得了 自己的亲人在正当年突然离世 当年尼诗贝是亚师重点栽培的影视天后 在和哥哥张国荣分手之后 马上便被无限无虎之一的汤俊叶疯狂追求 彼是汤俊叶的前女友汪美玲 刚刚去世三个月 不过尼诗贝和汤俊叶并没有走到一起 也从未承认过这段恋情 后来尼诗贝与利的解约 转而去了台湾发展 可是尼诗贝在台湾的发展不温不火 尽管他一直情情恳恳 但拍摄的剧集都没能接着什么水花 1986年 哥哥张国荣因参演影片英雄本色 获得了金马奖提名 到台湾参加颁奖典礼 有记者问到他和尼诗贝有无联系 他回答说 已有好几年没联系 此话传至尼诗贝耳中时 令他伤心不已 不久尼诗贝在台湾寓所内 服药自杀 进而抢救及时挽回了生命 可见尼诗贝对哥哥张国荣的感情很深 加上此时自身发展不顺 往事涌上了心头 才有了这样的举动 1970年 还是穷小子的黄玉朗画的 《小流氓》横空出世 成为了全港销量最高的漫画 缔造了香港长篇连载漫画的历史记录 《小流氓》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龙虎门》风行三十多年 当时黄玉朗人称港曼之父 黄玉朗这个人才华横溢不假 情史也是异于常人的丰富 用港媒的话说就是 像水蛇卵一样长 而他早年与黎兹那段轰动娱乐圈的忘年恋 更是有名 1971年 他就迎娶了自己的徒弟马梦妮 只不过两人在1987年就散伙了 在他俩离婚的前一年 也就是1986年8月12日 黄玉朗的公司上了市 身家暴涨至了十几亿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其实这句话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 如果本来根就不好 交再多营养液 长出来的也是歪苗 钱是催化剂 不是唯一因 这部黄玉朗前脚刚离婚 后脚就和彼时不过16岁的离子 开启了一段忘年恋 只不过好景不长 87年香港古灾 让黄玉朗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还在1991年被判入狱 他在入狱前和李子分了手 这一点做的倒还挺像样 至少和后来对尼斯贝相比 简直是判若两人 多年后 李子曾在电台接受采访时 这样形容两人的初识 好像正在淋雨 感觉好冷 突然有人拿张棉被来捂住你 让你感觉好温暖 李子甚至还表示自己少女时期 与黄玉朗的这段感情 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初恋 从李子日后回忆的话术 也能感受到 黄玉朗对他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而黄玉朗本人呢 破产入狱 也没能让他不得翻身 毕竟是靠手艺吃饭的人 只要手艺在就还有可能 所以在1993年 黄玉朗再次成立公司 也逐渐走向辉煌 就在这时候他认识了尼诗贝 按照尼诗贝的说法 如果那天不是黄柏铭迟到 他也不会和同样准时的黄玉朗 聊那么久 如果没有这阴差阳错的开头 或许后来也不会有 那么狗血的故事发生 不出意外 两人很快陷入热恋 只是这边尼诗贝儿子 都生下了好多年 黄玉朗也始终没能把他取进门 对于迟迟不结婚 黄玉朗给出的理由是 风水大师说 红事不宜上事 尼诗贝虽对这个说法反感 但也无计可施 可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画上了句号 尼诗贝的人生远不至于 用伤痕累累这个词 次年诞下一子黄英良 黄英良出生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孩 可是三岁大时还不会讲话 尼诗贝发现有不妥 便带儿子去看医生 随后诊断为先天性自闭症 智商停留在两岁阶段 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 对一个家庭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身为母亲尼诗贝 几乎是放弃了整个人的事业 发展来陪伴儿子 可是此时的黄英良对儿子不闻不问 每天交际应酬不断 画面新闻一茬接一茬 两人的关系名存实亡 黄英良甚至还对尼诗贝恶言相向 你自己神经生的儿子也神经 更离谱的是 黄英良在这时还追起了昔日女友离姿 打算两人能破镜重圆 只不过这次追求更像是一个笑话 那时的离姿对黄英良已完全无感 便拒绝了对方的再度追求 事业不顺家庭破裂 此时的尼诗贝曾想过用自杀来结束这一切 但当他想到还有儿子需要照顾 改变了想法 决定不管再苦再难 一定要硬着头皮撑下去 于是他带着儿子远赴新加坡生活 这边也彻底断了和黄玉朗 这段长达十年的感情 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 尼诗贝和过去做了彻底的清算 除了陪伴孩子 他再没有和从前任何人 任何事做过任何纠缠的念想 这其中也包括和张国荣那段甜蜜的初恋时光 一个人养育小孩本就是男事 何况尼诗贝面对的是一个不能自理的孩子 据媒体报道 因为长期照顾孩子 他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儿子身上 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 一把年纪他还要打扮得像个小姑娘一样 找舞台唱歌跳舞 有记者问他 如果年龄再大一点唱不出 跳不动的怎么办 他坚强地说道 万一娱乐圈不要我 不怕 去麦当劳上班 我也可以 更可怜的是 这些年因高负荷工作 他曾因高血压 先后五次躺进医院 2017年在奔波的途中摔伤了腿 煮了十个月的拐杖 黄元朗这边也挺有意思 和尼诗贝沟通与儿子相关的事情 都要秘书代佬 也难怪尼诗贝会用 数爷数晚的伤口 去形容自己的经历和人生 可谁又能想到 当他为了孩子心理交费时 前夫黄玉朗仍不停地与小姑娘谈恋爱 并且在去年的3月3日 突然宣布已与情人节时再婚 迎娶了32岁的圈外女友Cas 林老如花丛 婚后育有一子 限时已20个月左右 据悉 黄玉朗与发妻马梦妮 婚内育有两子一女 与前女友李诗贝育有一子 与现任娇妻又育有一子 71岁的黄玉朗算是人生赢家了 因为一段错误的缘分 尼诗贝的生活早已蒙上了悲剧色彩 唯愿他往后的故事 尚能有个好结局 或许当年尼诗贝与哥哥张国荣 选择在一起不分手 两个人的人生都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 但人生没有如果 我们只能向天堂的哥哥张国荣问好 向为儿继续前行的尼诗贝祈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